那时候,人群中有一个人,向耶稣说 师父,请吩咐我的兄弟,与我分家吧 耶稣对他说 人啊,谁派我做你们的判官,为你们分家呢? 于是,耶稣对群众说 你们要谨慎,躲避一切贪婪 因为一个人纵然富裕 他的生命并不在于他的资产 耶稣对群众讲了一个比喻 说,有一个富翁,他的田地出产丰富 他心里想,我可怎么办呢? 因为我已莫有地方收藏我的物产 于是,他说,我要这样做 我要拆毁我的仓库,另件更大的 这样就能够收藏我的一切古物和财产了 然后,我要对我的灵魂说 灵魂啊,你存有大量财物 足够多年之用,你休息吧 吃喝宴乐吧 天主却对他说 古兔人啊 今夜就要收回你的灵魂 你所储备的,将归谁呢? 那些只为自己累积财产 而不在天主前致富的人,也是如此 在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